新加坡的莲花惠后问的 师尊你好 请问师尊 依喜戳嘎 可以当护法修吗 假如不可 请问他是否有愤怒尊 又是哪一位呢 非常感恩你 这很厉害 这很厉害 依喜戳嘎 可以当护法修吗 假如不可 请问他是否有愤怒尊 又是哪一位呢 非常感恩 谁知道 依喜戳嘎 贪有变化成为哪一身愤怒尊 谁知道 他是依喜戳嘎 我们知道的 他是联华生大士的五大伙母 五个大伙母 第一个是依喜戳嘎 第二个是曼达拉瓦 第三个是释迪瓦 第三个是释迦 第三个是释迦迪ヒ迦迪 第三个是释迦摊瓦 真正的第一个传承 第一个伟大的传承 他到最后 他也成为教主 他也成为教主 伊吉索卡 他本身有五个非腐洞 非腐洞 他也是在原洞里面修行 到最后 也有很多的弟子来跟随他 非常多的弟子来跟随他 甚至于莲花生大师的服装 全部都是由他来藏起来的 藏在原洞里面 藏在有灵气的地方 藏在地水火空空之间 他的服装 就伊吉索卡帮莲华生大师 做了很多的服装 最后莲华生大师 在离开的十三尊 十三尊的这个护法 就是吉利吉拉雅 吉利吉拉雅 吉利吉拉雅是谁 普巴金刚 的谈成 把三个普巴金刚 给这个 伊吉索卡 普巴金刚 后来莲华生大师说 他离开以后 他叫伊吉索卡 到尼泊尔 去找一个山女 山女的那个一个印度人 印度人 然后教他修法 因为他是马陀明王法圣 这个山女 是马陀明王的法圣 所以伊吉索卡 又到了尼泊尔 去找这个山女 那 就是山女 山 山女 回到这个一起修法 就是伊吉索卡 跟山女一起修法 然后呢 就渡了山女 这个山女是 马陀明王的法圣 据我所知道的 五大金刚明王当中的 这个 踏喜 是踏喜吧 还是卡纳西蒂 他曾经化身为老府 让莲华生大师 跟这个伊吉索卡 坐在这个老府上 你们知道这个吗 那么伊吉索卡 可以当父法修吗 他是不是有愤怒尊呢 我记得莲华生大师 有一个副法是 莲华生变化的 这个愤怒尊非常的多 有一个是多戒走列 多戒走列 多戒走列 连奇 多戒走列 你知道吗 那是莲华生大师的愤怒声 他有变化很多的愤怒声 莲华生大师有变化很多的愤怒声 我本来是要传这一次的大法会 在西雅图雷藏市的大法会 我本来是要传多戒走列 如果是在这个 这个我们的 梅登堡 梅登堡的大法会 所有的人能来 我就会传多戒走列 莲师的愤怒声的这个法 那么 一喜丑嘎跟连华生大师 可以讲是一起的 你修一喜丑嘎的愤怒声 可以当副法吗 你问了这个问题 我告诉你 你可以修 马头明王 因为当连师离开的时候 他叫一喜丑嘎 去尼泊尔 找山里 这个山里是 马头明王 的变化声 那么一喜丑嘎跟山里 是很清净的 所以 这个 你修一喜丑嘎 是可以当副法 一喜丑嘎 本身的尊贵的副法 就是马头明王 所以你可以修一喜丑嘎 跟马头明王 这个的 一起的愤怒尊 愤怒尊 我现在告诉你 你把一喜丑嘎当副法 修 可以吗 可以 他的愤怒尊是谁 他是马头明王 马头明王 所以你可以修 马头明王 你可以观想 一喜丑嘎 变化成为 马头明王 这是告诉新加坡 莲花会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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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花会哄的